欢迎收看今天的汉天卫视新冠疫情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自童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200多个国家蔓延 新增病例数字 死亡人数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令人触目惊心 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 截至到接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3428895人 死亡人数为137672人 加州确诊病例达到327735人 死亡人数为7058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到13164976人 死亡人数为574066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县节制造接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136129人 死亡总人数为3809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汉堡616人 阿开迪亚234人 阿蒙蒂2148人 孟锤帕438人 露斯米383人 丹吉普316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24715人 死亡人数为423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19929人 死亡人数为422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为24765人 死亡人数为537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疫情新闻 美国疫情持续蔓延 川普总统终于戴上口罩 美国初情失业救济人数回落 政府正酝酿第二轮救助计划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美国总统川普第一次在公共场所戴上了口罩 美东时间7月11日 川普到访华盛顿以外的瓦尔特里德军医院 看望受伤军人与医护人员 从白宫出发时 他表示我从不反对戴口罩 但我确实相信用口罩要看时间和场合 此前川普曾称他不会戴口罩 还讽刺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戴口罩的行为 但本周六他说 我认为当你在医院时 尤其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 跟许多军人和其他人交谈 一些人还是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 我觉得戴口罩是一件好事 川普在上周曾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 我完全支持戴口罩 他还指出他非常喜欢自己戴口罩的样子 让自己看起来像虚构人物独行侠 该人物在虚构作品中和美洲原住民伙伴汤头 一起在旧西部时期的美国对抗不法分子 但今年四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开始建议人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或者遮盖面部 以帮助防止病毒扩散时 川普当时向媒体表示他不会遵从这一做法 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 他当时说 戴着口罩来欢迎各国总统 首相 独裁者 国王 女王 我不觉得我会这样做 有一些媒体报道称 川普的助手已经多次提出 要川普在公开场合戴口罩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的数据 在过去24小时内 美国新增病例超过66500例 创下单日新高 死亡病例总数达到近13万5000例 路易斯安那州成为最近一个要求民众 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的州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民主党人爱德华兹同时还下令 要求全州酒吧暂停营业 加紧对餐厅的限制暂停堂食 所有的新措施将与州一生效 该州的共和党议员预计 将会对这些措施表示反对 如果你不喜欢口罩强制令 那就戴上口罩之后 再表达你的不喜欢 爱德华斯称 如果你想对我发火 那就发吧 路易斯安那州的隔壁州 德克萨斯州 周六也录得了当地新增病例数的新高 有10500多例新增病例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签发禁令 要求在每天23年以后 禁止在酒吧及餐厅销售酒类商品 以期望这样阻止病毒传播 受疫情影响 印第安那州一个法庭叫停了 对一名认罪杀人犯的处决令 因为计划前往旁观 他行刑现场的遇害者家属称 他们担心疫情下的出行安全 这名名叫丹尼尔里的犯人 原定于周一遭到处决 此案本应是美国17年来 首次执行联邦死刑 一个月前 美国疫情至少看似稳定 传播速度降低 新增曲线压平 这样一些州 包括德克萨斯 加利福尼亚 佛罗里达 亚利桑那等 在内的州开始解除封锁 这些州当中 有许多其实并没有满足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建议的解封标准 包括病例连续14天下降 检测结果低于5% 呈阳性等等 后来发现 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有误导性 比如疫情最先爆发的地区 包括纽约 新泽西等 数字确实在下降 但是其他一些地区的数字 刚刚开始上升 现在这些州出现的不是稳步上升 而是急剧上升 更加糟糕的是 包括住院死亡 这样的后果可能还在后面 德克萨斯州 加州 亚利桑那州等 重新关闭了商店 要求人们戴口罩 但是这些措施或许 并不足以避免另外一场 公共卫生危机 病例剧增 一些地方再次出现 检测短缺延误的现象 此前这曾被视作美国抗疫的强项 没有足够的检测 发现和隔离新病例 查明疫情难点的难度就在增大 疫情复发也点燃了 另外一枚炸弹的导火索 这枚炸弹几个月后可能爆炸 9月是美国的开学季 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等待学生们的远远不是正常的上学体验 教育部门开始透露下学年的复课计划 很多地方的措施都是面对面和以远程教育相结合 期待类似措施会杜绝学校成为病毒散播的温床 但是已经有教师工会表示不满 反对在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 准备工作不足之前复课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父母被要求复工 学校不复课 谁来看孩子教孩子 川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曾经表示 反对联邦政府干预地方教育体系 但现在他已经公开施压 要求学校按期复课 川普呼吁疾病控制中心修改指引 降低复课的难度 并威胁对那些拒绝服从的人切断联邦资金 共和党人控制的佛罗里达州 尽管眼下疫情扩散势头依然很猛 但当地已经下令学校8月底复课 川普在推特上表态 看来肯定又会把防疫的另外一个层面政治化 让地方政府在恢复常态 保护公共健康之间寻求平衡 处境两难 面对难以控制的美国新冠疫情 许多专家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寻找新的替罪羊 据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 白宫正在试图诋毁安东尼福西博士的名誉 试图将他和他关于美国抗疫工作缺陷的可怕警告边缘化 一位白宫官员告诉NBC新闻 白宫正在搜集福西以往言论中的错误或疏漏作为证据 多名白宫官员担心福西博士在抗疫问题上出错的次数 包括1月份他说新冠病毒不是巨大威胁 并且不是由无症状携带者驱动的 在3月份曾说过人们不应该戴着口罩到处走动 不过白宫正在批评福西的很多言论 都是基于当时可用的最佳数据 并得到了川普白宫抗疫工作组其他成员 和白宫高级官员的广泛响应 川普政府对福西的攻击是在新冠病毒病例 在全国范围内激增的情况下发生的 川普一再淡化这一事件 称这是因为检测增加而不是感染增加 佛罗里达州周日报告了新增超过1.5万例确诊病例 这是自美国疫情开始以来 任何周灾一天之内报告的最多病例 全美范围内 上周五单日新增病例也超过了7万例 白宫周日拒绝就福西发表进一步评论 白宫发言人凯利·麦克纳尼 上周四拒绝透露川普是否仍然对福西有信心 福西博士本人周日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要求 对福西的攻击也正指福西与川普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断加剧之际 福西上周表示 自于6月2日以来 他从未见过川普本人 至少两个月以来也没有亲自向他通报情况 川普上周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 福西犯了错误 并补充说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日前美国发布的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略低于预期 彰显劳动力市场逐步改善局面 数据发布后非每一度震荡下行 随着美国经济重启 初请失业救济人数连续11周下降 但需求疲软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使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居高不下 劳动力市场依然脆弱 此外600美元的额外失业保险也将于7月31日到期 近1500万人的收入将面临冲击 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7月4日的一周中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为131.4万人 比上周减少9.9万人 低于彭博社预期的137.5万人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已经连续14周下滑 但仍然持续16周处于100万人以上 过去三个多月以来累积人数超过4800万 当地时间7月9日 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经连续16周超过100万人 其中3月和4月失业情况最为严重 随着美国经济重启 5月以来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 需求疲软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使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居高不下 表明尽管6月份就业增长创纪录 但劳动力市场依然脆弱 在商业恢复运营的同时 人口稠密的佛罗里达州 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确诊病例数 均出现了创纪录的高峰 这迫使重新就业的人数减少 并让一些工人暂停反抗 需要注意的是 新冠疫情下的失业援助措施 将失业救济金申请资格扩大到一些 平常没有资格领取的人 这些申请不会统计在常规的 出领失业救济人数中 因此实际出领失业救济人数 等于常规出领失业救济人数 加上新冠大流行失业救济申请 截至7月4日一周 常规出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40万人 上周实际出领失业救济人数超过240万人 比前一周略降3% 尽管常规出领失业救济人数 持续下降令人鼓舞 但全部的新申请人数 依然维持在很高水平 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方面 截至6月27日当周 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继续降至1810万人 与上周相比下降69.8万人 令人欣喜 实际处于申请失业金的状态的人数 仍然超过3000万人 压力不容小觑 此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这600美元的额外失业保险福利 也将于7月31日到期 如果美国国会不能拿出新的刺激方案 这部分人的收入将出现大幅波动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当地时间7月9日表示 川普政府正在与参议院 就新一轮新冠肺炎经济救助计划进行商讨 报道称 据姆努钦透露 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针对三个方面 一是向家庭派发新一轮现金支票 二是为失业工人延长额外失业救济金领取时间 三是更有针对性的为小微企业减免贷款 我昨天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通话 一旦参议院国情休假回来上班 我们就会进行磋商 首先是保证该计划能够在20号到月底之前立法通过 姆努钦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四轮经济纾困计划 内容包括发放失业救济金 现金支票 小企业贷款 补助航空公司等等 总额近2.9万亿美元 其中第三轮救援计划金额高达2.2万亿美元 创下了美国历史之最 据CNBC报道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新一轮救助计划上存在不少分歧 其中最大的分歧在失业救济金方面 众议院民主党在5月时曾提议 将每周额外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领取时间 延长至今年年底 根据美国第三轮经济刺激计划 失业救济金覆盖时间从正常的26周延长到29周 失业人员除了领取正常的失业金之外 每人每周还可以再获得600美元的补助 一些严格意义上不在失业金领取范围内的人 比如小时工和自由职业者也可以获得补助 姆鲁钦对CNBC表示 川普政府希望修改领取额外失业救济金的相关条款 而不是单纯的延长发放时间 他透露新一轮救助计划中 失业救济将不会高于工人正常工资 共和党内部有人一直担心 此前的救助计划在失业救济上过于慷慨 富贤在家拿到的补助比上班赚到的还要多 导致工人重返工作岗位意愿不大 救助计划旨在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我们不会像上次那样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不一样了 企业已经复工 他们想雇人 姆鲁钦说 他还表示白宫支持向家庭再发放一轮抗疫现金 至于金额方面 他表示正在与国会商讨 美国总统川普7月初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曾暗示 新一轮现金支票额度可能高于之前的每人1200美元 不过并非所有共和党议员都同意他这一计划 此外民主党5月时还提议 未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1万亿美元的救助 对此穆鲁钦反应比较冷淡 他表示联邦政府不想救助那些在疫情之前就管理不善的州 安静卫视高昂宁编译报道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加州疫情快递 欢迎进入加州疫情速递 首先来关注一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7月11日凌晨在洛杉矶东区圣盖博市 一座具有249年悠久历史 北美地区最古老的地标 圣盖博密深教堂突然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 圣盖博市及周边城市消防局 立即出动18辆消防车前往火场救援 接获火警消息 本台新闻部负责人资深记者吕立川 池袋航拍飞机等摄影器才奔赴现场采访 新冠疫情持续下的南加地区 近日天灾人祸不断 进入夏季以来 连续数日遭遇高温天气 天干物照 急易发生火灾 7月11日凌晨4点半 洛杉矶东区圣盖博市 具有249年历史的古老地标 圣盖博密深教堂 突然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 接获911火警通报 圣盖博市及周边城市消防局 立即出动了18辆消防车 前往火场救援 在近百名消防队员 洛杉矶县警察 圣盖博市警察局警员 及教会工作人员的激烈奋战下 上午8点左右 大火已基本扑灭 经过记者现场观察 大火给这栋古老建筑 带来了毁灭性破坏 教堂屋顶大部分结构 已被大火摧毁 室内建筑一片狼藉 曾经庄严雄伟的礼拜堂 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目前教堂官方 及圣盖博警察局 消防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待调查结果出炉后 再向社会公布 在火灾现场 记者见到了圣盖博 密森教堂负责人 约翰·莫里纽克斯神父 对于圣盖博教堂 遭遇特大火灾 他感到心痛 圣盖博市议员丁炎玉 和圣盖博市市长丹尼斯·查普卡 一大早就来到火灾现场 对于圣盖博教堂 在疫情下又遭遇如此重大损失 他们均感到非常惋惜 这个Mission已经将近250年的历史 明年就是 还是1771年 就圣盖博地区 或圣盖博市里 也是因着这个Mission 取得那个名字 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价值 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圣盖博市民的话 是觉得这个事情 也真的是一个很悲惨的 但是我们还是磨变佛的 那么这个Mission 他们也会有这个信心 他们接着祷告 接着会也会重建这个Mission 是保留我们这个历史的建筑 so we are sadden today from the fire that happened at our church but we feel comfort that so many people came to help us we had 18 fire trucks 那么这个圣盖博市 损失是蛮大的 但是这个 这是我们一个很有历史的建筑 这是我们第一个在这个区域的那个教堂 还在17年线 来相聘这个观众 所以也谢谢周围这么多人 一起来帮助 帮忙 汉天卫视记者 吕丽川洛杉矶采访报道 7月12日 周日的温度比平均温度高10至15华氏度 加州到阿拉巴马州周围地区 已经发布了高温警告 周日到周二 美国至少会有20多个地区打破高温记录 加州昨天更是达到了99华氏度 国家气象局报道 周一加州棕榈泉气温将飙升至120华氏度 打破了35年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据此只有两小时车程的洛杉矶也是酷暑难耐 然而为了避暑 在疫情直线上升之际 洛杉矶千人涌向了圣塔莫尼卡的海滩 大家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 由于受到一股形成于新墨西哥和阿里桑那州的高空反气旋侵袭 南加州酷热难耐 洛杉矶县周六周日气温破百 为躲避高温 数千人勇往洛杉矶南加州的海滩 不仅造成了繁衣困染 还留下了一地垃圾 由于7月4日 国庆节关闭了大部分的沙滩 但随着停车区重新开放 大堆大堆的人们涌向沙滩 例如圣塔莫尼卡 他们觉得沙滩是一个让人神清气爽的地方 虽然前往有些人戴了口罩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现场十分拥挤 而且有些人并没有任何面部遮挡 在这个过程中 戴口罩可能会很热 因此有不少人不停的调整自己的口罩 甚至干脆拿掉了 与此同时 沙滩周围的餐厅也是急爆了 夏日绵绵酷暑难耐 但是疫情可高温一样居高不下 待在家才是万全之策 3月疫情爆发以来 全美于13万6千人逝世 加州 德州和佛州的疫情加剧 死亡率在7月开始屡创新高 亚利桑那州 南卡和阿拉斯加 本月初加入德州死亡率上升于20% 美国的死亡率并未向确诊人数激增 全美9日单日新增确诊63000例 这是7月1日以来第6次单日破5万门槛 一个月前全美每日新增个案仅2万笔 奥兰多迪士尼世界7月11日重新开放 在佛州疫情升高的时刻 能否顺利重开备受关注 宾州大学生物伦理与公共卫生系主任伊曼扭预测 美国疫情到年底可能造成多达25万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 就现况而言 极不可能根除新冠病毒 急诊医师出身的德州医学会主席戴安娜·富特说 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患者人数持续激增 如果状况持续不变 德州恐怕需要启用体育馆作为安置染疫患者的地点 德州论坛报 报道美国每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案例当中 目前约有14%来自德州 费特9日接受福斯新闻网采访说 亲眼目睹的景象让他感到忧心 由于确诊患者越来越多 接下来恐怕要以方舱医院行事安置 所幸在今年3月4月之间 医护人员有时间预袭演习 美国全国公共电视台报道 德州至少有两郡宣布 郡内医院住院人数接近额满 费特指出 对于居家避疫 保持社交距离 与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德州在今年3月与4月之间做得不错 可是从5月1日开始 许多活动大量开放 尤其是Memiro Day假期之际 很多民众出门变得频繁 大家看到许多群众聚集的照片 很多人都肩并肩挤在一起 而且没有戴口罩 他说从那个时间点之后 似乎疫情就急转直下了 当地时间7月9日报道 富国银行正准备 从今年内裁员数千人 富国银行是雇员最多的 美国银行业者 若真的裁减人力 将在疫情恶化之际 为向来抗拒大规模裁员的银行业 设下惨淡先例 消息人士称 富国银行尚未针对 旗下约26.3万员工 拟定明确的裁员目标 此外 富国银行正在提高新客户 获得房贷的门槛 该银行现在要求新客户 为大额抵押贷款 再融资时 至少要有100万元的资金余额 高于之前的25万美元 富国此举凸显了银行业的困境 美西时间7月11日 据CNBC报道 周六 一名未成年男孩 在洛杉矶港辖区开枪杀人 一名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的女性 淹死死亡 据洛杉矶警察局官员表示 周六下午12点15分左右 弗蒙特大道14114号发生一起枪案 最终警方将凶案嫌疑人锁定在 一名12到15岁的女孩和一名10到12岁的男孩身上 陈警官说 这始于两名女性之间的争执 而那名嫌疑男性接近女性受害者 并向胸部开枪 据了解 虽然医护人员及时将受害者送来UCLA医学中心 但他还是于下午2点45被宣布死亡 据悉在亲属同意前 警方尚不能公布受害者姓名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逃离现场 仍逍遥法外 欢迎回来锁定寒天卫视卫星频道31.2 每天晚上7点为您带来最全面的疫情信息 接下来请导播将信号切到连线直播间 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科专家 曾深入武汉抗疫前线的王健医生 与我们分享新冠肺炎与心理健康的相关问题 您好王医生 感谢您和我们连线啊 那您是著名的这个中医心理学专家 您为我们首先先解答一下 咱们中医的心理学和西医的心理学有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祖国医学就是中医呢 它有从很早从内经开始 它就有很多很多关于情质方面的一些论述 比如说它在人的治病当中 它提到这个七情啊 比如说所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等 这样的一些内容 他认为七情啊 那个是可以导致人治病的 所以我们管的叫内邪 所谓治病嘛 有内邪有外邪 外邪是六淫啊 比如风寒鼠尸造火 那内邪呢 它主要指的还是我们的情质啊 可能导致我们得病 所以其实这在比西方就早了很多年 几千年 就是在这方面 那后来呢 就是像很多很多的这些医学的记载里边 它都有关于就是用情质来去治病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中医心理学呢 主要是通过挖掘这些祖国医学当中的一些 跟情质有关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去 就是治疗患者 而西方心理学呢 它可能更多的是近代 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理论啊 包括我们熟知的精神分析啊 认知行为啊 人本主义心理学 包括其他的一些家庭治疗等等 那么这些心理学呢 它是基于西方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方法 包括 这个弗洛伊德 上个世纪创建的这个精神分析啊 包括啊 这个后来认知流派兴起以后啊 那么人们做的这种啊 就是通过改变认知来去改变啊 人的心理行为的一些方法 其实呃 其实如果你要仔细去挖掘 我们就发现 其实我们祖国医学当中 有很多很多成分 其实跟西方是疏度同归的 这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你比如说 嗯 我们曾经在内经之前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叫祝游的 叫祝游科 所以祝游 现在来看啊 就是啊 就是神婆啊 就是巫婆神汉 就是啊 就是太大神的 老百姓说的 但是后来有了内经以后呢 他想做科学 所以就把乌跟医分开了 但实际上祝游 现在在很多啊 这个民间还是在流传 因为他没有写进正式的医书 但是你去挖掘 祝游当中的很多成分 其实他跟西方的催眠 是异曲同工的 就是西方讲究给人催眠 其实祝游 他更多的通过给人暗示 达到治疗人的目的 虽然你外观看着他 他很 就是比较像 比较邪啊 就是比较 就不是科学的那些方法 但实际上 他里边有很多暗示的 心理学的成分 所以这些就是 我拿着举个例子 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就是说 祝游相当于西方的催眠 实际上这是 都是异曲同工的 只不过我们中心理学 还有很多需要挖掘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中西方的心理学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只是我们这个使用的表现手法 有一些区别啊 那这一次新冠疫情啊 很多人这个心理健康也出了问题啊 无论是生了病的 患病家属 甚至有些健康的人在家 居家隔离时间长了 都有很多的优思 那您呢也是 那在武汉那在武汉的一些新冠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中 他们比较多见的心理问题都是哪些呢 他们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些焦虑 恐惧 这些问题啊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呢 因为他周围的人或者他的家人 甚至家里有几个人 我曾经看着就是 就是一家的人好几口得这个肺炎 因为他传染啊 所以在家里边他传染就是很快 所以一家人好几个得的 有些人就离世了啊 那么这些人当中会有一些哀伤 就除了恐惧 除了紧张不安担心焦虑以外 还会有一些哀伤 还会有一些悲痛啊 还有一些负面的像抑郁的一些情绪等等这些内容 所以呢 嗯 我们都需要去处理他 嗯 那他们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是轻微的 可能可以自我调节 那很多人如果一旦发展成了比较严重的 这个焦虑症啊 抑郁症 那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 通常会怎么对他们进行治疗呢 呃 首先来说呢 其实中医也不排斥 就是西方的一些方法 就是说的呃 比如说行为上的一些东西啊 呃 就是我们也会用啊 呃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呃 就是东西方的东西是并用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讲就是呃 西方跟东方就是怎么 只要是在那个时刻 因为情况很紧急嘛 主要是只要有用的方法 我们都会用啊 因为我学过很多西方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会把这两者并用在一起啊 嗯 比如说有些人他非常的焦虑啊 呃 判断一个人有有没有焦虑呢 你看他是一个就是正常范围的 还是超出正常范围的 你比如说有些人啊 我认为他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就面对疫情 我们害怕 我们紧张 我们担心 这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你比如说我看到有些人啊 他就觉得他自己啊 得肺炎了 确实他去做那个CT 或者做核酸的检测 那他也是有一些感染 就是在当时在前线 最重要的一个诊断指标 其实不一定是核酸 我们主要看CT的肺部的CT的结果 如果看他那个肺部CT的结果 有一些毛波列样变 但不是那么严重 他肯定是了 但是他去做核酸检测 他出来一个疑似的结果 就是说他既不说他是 也不说他不是 那么他是疑似 这种情况在当时 刚刚就是出现疫情的时候 这种包括资源的一些问题啊 包括就是突然的患者的增多啊 那么可能有些检测的 他出现疑似或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焦虑的人他受不了这个 他说什么呢 要么你就说我是 就是 然后我会想办法住院 我会怎么怎么治 要么你就证明我不是 那我就放心了 就他不能接受把他吊起来 各在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正常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也会有紧张担心会不安 对不对 嗯 好了 那这个人怎么办呢 这人就会跟我说 我每天都要去医院了 说为什么 说我要每天都要做一次核酸的检测 我知道把他做出来结果到底是还是不是 一定要给一个 你不能把我搁在似是而非之间 另外呢 我要搁两天 我要去啊 去去去 做一次CT 嗯 就暂且你别说这个事 他成不成 因为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很多很多人需要接受这样的检查检测 啊 咱先不说可就是可能性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你要做一次这样的检测 要排队要排上几个小时 甚至有的是八九个小时 这样这么长的时间 对吧 咱说这个事 咱说成不成 咱单说 或者医生给不给你这样做 啊 咱就说你天天去照那个CT 就那X线都把你 肺不动 这个胡射到了 那个胡射 那你有一点偏执的这种心态了 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没错 就是说 他呢 就 每天真的就是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 他每天 他那个社区那个主任就告诉我 他每天的开车都出去 去医院待的 他觉得那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嗯 就这样的人实际上 在当时也是不少的 嗯 你想想 他是疑似 实际上他可能就是 因为你从那个CT上来 确实他是 但也没那么住 那么他出去 他传播给多少人 所以当时后来武汉 就全部的 就 所谓封城 不是说你不能去 武汉外边的这些地方 就是你连家你都不要去出 然后你就要接受这样的检测 你随便的走动 是会影响别人的健康 所以这种举措最后是对的 就是把他就是 通过一些方法 限制他的出入 然后直到检测 你是或者不是确诊了 然后 我们再给他分诊啊 或者建立一些方舱啊 医院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去一些隔离点啊 等等 就把他区分对待了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这样的人 增加了整个疫情的发生 这种人 我觉得就是超出正常范围的焦虑了 您说是这样吧 是的 那其实这个例子啊 在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时候 也有很多朋友 有类似的情况 比方说 就一定要见一个人 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或者是觉得 一定要待在某一个地方 等一个答案 这种焦虑的心态啊 那您作为一个心理专家 您觉得在通常产生这种心态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自我疏导 或者是有没有方法自我调节呢 能够缓解这种情绪 对 这些人呢 就回到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上 就说 不管是东方的方法 还是西方的方法 就他非常强调 就是 人本主义的关怀 其实我们中医更强调 中医他不叫 国外西方可能叫 叫人本主义的这种关怀 叫共情 叫共情 我们叫温情 我们会给他温情 就是给他非常 就是用我们能够听得 让他听得懂的语言 能够用 对 一方面 跟他建立关系 给他安慰 给他温情 另外一方面 因为 就是 我们国人嘛 就还是非常相信我们祖国医学的 就是 在他心目当中 一个老中医 老中医 不管我的老不老啊 就是一个老中医 孙儿大的一个大夫 去给他看病 而且还说是北京来的 而且还能给他把脉 看舌头 当成舌头 也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他老张着嘴 就跟那个 他管也差不多的 其实我们也冒着风险 去给他看舌头 看舌相 给他去把脉 敢去摸他 因为 你这个东西 对吧 你接触他 就增加被感染的机会 那我在方舱 我在方舱医院 我要接触八百个人 八百多个人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到 但大部分 每天我要进去 都要看舌头 都要把脉 其实这个过程 就是 一方面 就是我对他的病情的关注 就说 我 我把中医的方法跟技术 带给你 我来接触你的 身体 我来给你传递 我能帮你治愈的信息 病人 当我搭到他脉上以后 我想他的心 是就安定下来了 就觉得 对面的这个大夫 是北京来的 是资历很深的一个 我们是国家中医医疗队 亲自来给他 看病 这种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了 这是第一步 这是 也就是说 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 我们这都是一样的 西方叫共情 我们叫温情 首先让患者觉得 自己没有被抛弃 还是有人 这个在被 有人在帮助他 并且 是的 没有觉得他那么可怕 还是可以 碰触他 或者是看他的这个舌头的 让他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 这个传染病没有那么恐惧 是吧 是 只要我一看你的舌头 一搭上你的脉 他的心里就定下来了 哎哟 有这么好的大夫来 我可有救了 我的救命稻草找到了 对吧 这种治疗关系建立起来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现在呢 有些很多朋友啊 他其实也没有得新冠 但因为在家里面 隔离的时间太长了 也非常的焦虑 对未来的恐惧啊 觉得这个世界末日 已经到了 可能永远都不会好起来了 大家永远都要戴口罩啊 就没有办法再回到 以前的生活 然后也是漫天的新闻啊 微信里的文章 也是让大家增加了这种 对未来的绝望感 那像这种居家隔离 造成的人的这种忧虑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来缓解 或者是去自我调节呢 好的 您的方法很好 其实呢 我倒有一套方法 这套方法呢 我是把它东西方结合起来 我总结成八个字 叫顺其自然 为所当为 我不知道您能 想得到这八个字吗 顺其自然 是 所以说就是等于说 我们要有一种 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 是吧 当你焦虑来的时候 就当疫情存在的时候 就咱暂且不说 这个疫情会不会一直存在下去 它是一种常态化 咱暂且不说 这是应该是流行病学家 或其他的科学家 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是吧 但是这些环境存在 既然存在 那么好了 如果你想去躲避他 你说啊 这个我可没法活了 啊 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担心 非常非常的紧张 嗯 好了 你每天都想着紧张的事 有用吗 没用啊 而且你越想越紧张 这个时候我会告诉患者 我说你紧张 你越紧张 你越想逃避 对吧 你越逃避 你越紧张 就像一猴鼻筋那样 你越拉他 他的反弹力就会越大 或者像一个弹簧 你越压他 他的反弹性就越大 你不如顺着他 对吧 他在就在吧 我也没办法 怎么办 接受他 接纳他 就是所谓的顺其自然 嗯 就是天塌下来 你能躲吗 对吧 你躲不了 当然个子高 他比你来的 但是早点 你躲不了 就接受他 叫顺其自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比如光这么等着 接受他 那怎么办呢 我得干点什么 重过长期的观察 我用了一种方法 叫审视他 什么叫审视他 就是监督他 怎么监督他呢 特别简单 让患者给自己打分 就我最紧张的时候 我给自己打十分 我最不紧张的时候 我给自己打零分 特别简单 对吧 我交给你 你也可能会 我说你现在可能开始紧张 最紧张 给自己打十分 你现在几分 或者 再没有文化 他也知道 五分吧 六分吧 七分八分 他能给自己打个分 没紧张 一分两分 OK 回答了 学会了 好 你每隔三到五分钟 你特别紧张 如果就像刚才我说 那个天天往医院跑那种病人 我后来交代这招 我说你当你紧张 你又跑不掉的时候 怎么办 给自己打分 每隔三五四分钟 十分钟 你给自己打一次分 你现在几分 OK 你打打分 你就会发现 你是在 好像在给别人评分 不是给自己评分 好像这焦虑是别人的 不是你自己的 好 这时候 你的紧张的心情 你的焦虑 就跟你分离了 就跟你分开了 这是第二步 您听懂了吗 是 所以说 我们自己也参与进去 试图让自己 在打分的过程中 自己渐渐的 就放松下来了 是吧 对 没错 就转移到注意力 实际上 转移到注意力 对 然后觉得 他是在给别人打分 第三步 我说的那 为所当为 所谓为所当为 也是我们国人的语言 通俗的讲 就是你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 就是你别放下手下的 你该干的事情 就是说 哎呀 我很焦虑 我什么都看不了 我 我 我好东西大摊 那是 我 因为我紧张 我什么都干不下去 我说好 你前面 已经接受他了 而且你还经常给他打分了 对吧 第三步 你就是带着焦虑行动 就是你多紧张 你都不要放下 你手头应该干的事情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给他起了名字 叫为所当为 你就该干什么 干什么 干着干着 你的注意力又转移了 你的焦虑又会下来 你看 这三步 慢慢的焦虑 第一步 接受 第二步 审视 第三步 干事情 我们要习惯和共处 就是还是 干干干干干 对 我们美国有一电影 叫与狼共舞吗 对 我们现在又有一些怪电影 与独共舞 与独共舞 对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对吧 现在很多专家就说 你要指望这病毒彻底没了 你再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估计没戏 索性 咱们就带着毒 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你把你应该防护的做好就行了 嗯 是不是啊 是 所以国内我们管的叫常态化 嗯 适应它哈 就是说不要想象的那么恐惧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学会 还是要保持自我 不要有什么改变 对 再说一句话 就是在战略上 我们要藐视它 嗯 我不知道你听懂了 我们经常说这句话 就战略上 就是这个毒 嗯 我们不用去怕它 嗯 你怕它也没用 对吧 你有一种非常 轻松的心态 你对待它 但是在战术上 我们一定要重视它 所以战术重视它 好了 我们要做好隔离 我们要听政府的 嗯 政府它掌握大的数据 他说别让你去哪 你就别去哪了 他说你怎么安排 你就怎么安排吧 对吧 那是为了大家 也为了自己 哎 该让你戴口罩 你就盖戴口罩 该让你摘口罩 你就摘口罩 该让你经常削削手的 啊 削削手 你就削削手 就这些具体的 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 具体的行为上 我们要重视 但是我们的思想上 我们不用怕它 但是这种心态 我觉得 我们可能会 这一年 或者明年 或者怎么样 我们带这种心态 我觉得大众 应该带这种心态 来过后面的日子 嗯 就渐渐要接受这件事情 也不要就是 给自己太多的 这个情绪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就不是只有 你一个人经历了这一切 是吧 是啊 有事大家分担吗 是 对吧 不是你一个人 是吧 那假设现在啊 有一些观众朋友们觉得 哎呀 我已经觉得 生活被彻底打乱了 也失业了 然后 做生意的 觉得自己也破产了 觉得以后的日子 都没有 没有办法去 活下去了 那他们现在应该 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 什么方法 呃 比如说 失去开心理医生啊 或者是要服用一些药物啊 或者是比方说 我们有什么 呃 中医的药 像我们都知道的啊 用那个 呃 薰衣草 可能会有安神的作用 有没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们 呃 比方说 让他们去使用一下 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舒缓呢 嗯 对于公众来说 对于大众来说 我觉得他不一定是那种焦虑 就是焦虑症的人 嗯 对不对 对公众来说 我们要普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和常识啊 就是说 对新冠的一些理解 嗯 就是呃 给他进行健康教育 然后呢 让他的心态 我觉得放松下来 啊 这里边有很多事呢 就是说 关于时间的关系 包括调节自己的心理的免疫力 包括怎么 把自己的睡眠管理好 等等的 这些很多话题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说的 呃 以后我们可以再去讲 嗯 对吧 我觉得 放松心态是最重要的 嗯 另外 我 就是 我倒 觉得 改变我们的认知 倒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 其实有的时候 人在绝处的时候 他会逢生 所以这句话嘛 叫绝处逢生 什么意思呢 其实 疫情 也许对我们是个挑战 但也许还会给我们带来机会呢 是的 我们还是要一种正面的想法 去想它 哦 对 也许你 这个 失去了这份工作 嗯 然后 你 做了一个新的努力 也许获得了一个新的领域 或新的开始 这未成 不好啊 是是是 对吧 所以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嗯 至于对那些有焦虑的人 就刚才你讲的 有焦虑 有抑郁的人 我倒是建议他 可以去找找心理医生 其实现在 我们启动了一个计划 就是 呃 就是 疫情以后的康复计划 就是 我申请了国家的一些基金 嗯 我有一个团队 我会开 开一些网络 或者加一些热线 然后把我们这些方法 包括中医的方法 推给这些 就是曾经啊 临 临患过这种肺炎的人 他们正在康复 也去推给那些 经受心理恐慌的人 让他们来 加入到我们团队里来 我们会给他一些 啊 就是我们的训练 比如说 正念的 啊 训练 啊 或者说是 中国的八段紧 增加免疫力的一些训练 或者六字诀 增加呼吸 的一些训练 我现在升级一个基金 就是六字诀 能够改变睡眠的一些方法 就是他 有效的一些方法等等 就这些 我们都可以推送给他 至于刚才您说的 一些 嗯 就是 芳香疗法 什么 确实 啊 气味 这种味道 嗅觉 其实好像 我们人类 跟其他动物比 我们的嗅觉 是已经退化了 但是嗅觉 啊 确实能够改变人的情绪 我看过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被 后来被写到非常高级的 像Nature 啊 这个文章上面 就是这个杂志上面 就是说纽约的地铁 就是 就是我当我没坐过纽约的地铁啊 就是非常的脏乱差 比如说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嘈杂 有很多的就是不讲卫生 反正就是因为长期的运营 年久失修啊 就是环境不太好 然后科学家呢 就在这个地铁里边 放一些熏香 啊 比如说烤面包的香味啊 有一种奶香的香味 或者是像您说的熏衣草 或者其他的一些芳香啊 然后做一些实验 就发现在地铁里的人 跟以前比就他的情绪 就不那么愤怒了 我不那么压抑了 不那么紧张了 就很奇妙的一些实验 所以我同意您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特殊阶段呢 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个豁达的心态 有一句话叫优思成疾啊 我们尽量不要这么优思 本来没病 反而把自己焦虑出了这个一些问题 那更多的就像您说的 我们要顺其自然 然后呢该干嘛还是干嘛 学会和病毒这个和谐的相处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啊 给自己弄一点喜欢的味道 让自己放松下来 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相信啊 现在虽然是一个危机 但也许是一个转机 即便现在我们失去了很多 这说明未来我们也许会得到更多 非常感谢您啊 王医生给我们今天分享了 这么多心理相关的知识 也期待下一次 你与我们的连线 给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 那我们也期待着您的这个基金呢 基金项目早日上线 给我们国内的 以及海外的华尔华侨朋友们 带来更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 那感谢您今天的连线 我们期待下次的坦片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 请不吝点赞